哎呀,陸永,說了那麼久 為什麼還未入戲玉呢? 唉,讓我坐下來才問你何出此言呢? 即是申請人最關心的當然是 怎樣可以得到錢 那不如我們一起看看這位學生如何得到錢 好啊! 一般來說,如果申請人填補的資料 和遞交的證明文件齊全 他可以在學資處發出 接獲申請通知書的日期起計算 大約兩個月內,獲發申請結果通知書 如果申請獲批,助學金和已接受的貸款 將會分兩期發放給申請人 首期助學金通常會在申請結果通知書 發出日期後的兩個星期內 傳入申請人的銀行帳戶 而首期貸款會在學資處 收齊所有承諾書 尼償契具和有關文件後 於截止遞交有關文件日期起計 三星期內傳入申請人的銀行帳戶 喂!你知不知道第二期的關門會何時收到? 第二期的助學金和貸款 會大約在今年的十二月或下年的一月 傳入我們的戶口 那就好啦! 那我們借的錢是否現在開始計息? 那又不是 一般來說 貸款會在我們還款期開始當日起計算利息 年利率為1% 貸款和利息需要在十五年內等額貸款 那何時要開始還錢呢? 首次還款期通常會在畢業後的第一個 一個1月1日或7月1日都期 還有啊!如果你是畢業或課程完結後六個月內 還未收到開始償還貸款通知 或者要求還款通知書 就要快點聯絡學資處的職員 日後你如果沒有依時還款 是需要繳付額外5%的附加費 嘩!那我一定要留意才行 如果你希望知道畢業後每一期大約要還多少錢的話 可以參考職學處網頁上的計算機資料 不過這樣啊!我打算繼續讀下去 那可不可以遲些還錢呢? 如果因為繼續進修全日制課程 經濟困難或者患重病而引致償還貸款方面遇到困難 你可以在還款到期日之前 以書面的方式提出申請延期償還貸款 好哇! 好可憐! 好奇請